如果家里的孩子觉得身体不是特别的强壮 他通过装卖机 拉包包和嫩干爹这种形式 我可能是一棵树 有可能是个大舌头 也可能是一条河水 我当然也还不过人 那我撞上了 然后我就拜他 雨水这个节气 它主要还是炸暖缓寒 经过立村这个节气以后温度明显 比大小寒增加了一节 第一次下雨的概率很高 雨水这个节气的习俗 其实有三个大的吧 大块头的栏导色 什么拉包包 干爹专败机 还有一个就是回年家 送雨水 一个是关注的是孩子 一个关注的是老人 还有一个关注的是收成 赞老师他关注的是 我今年种什么 能够符合天意 往往是拿糯米 你落到苦 然后去炒爆炒 炒的话它就要张开 就像有两种爆米花一样 爆开 爆开以后呢 然后根据爆开的大和少 那判断今年的雨水是不是丰沛 今年的收成是不是好 那么如果今年的雨水是 雨水丰沛之年 我就种需要水量比较大的 产量比较高的品种 那么如果今年的我占卜 我今年抱不开 那么我就种那个奶干旱的 那个水灶品种 第二个呢就是关注孩子 如果家里的孩子觉得呢 身体不是特别的强壮 他通过装摆机 拉包包和能干爹 这种这种形式 他就会到那个人群聚集的 公园 就是说过去是寺庙门口啊 公园门口啊 然后去选 看了特别强壮的 特别的这种高达威猛的 然后去找这样的人 然后呢就说去让他认清 然后拉包包 包包呢那时候 有可能是干爹 也可能是干娘嘛 比如说我在路口上啊 就说啊 今天谁第一个经过 那又可能是肯定的 拉包包的含义要避嫩干爹 就更宽 专拜祭这个系书 那这个呢就更广泛了 我可能是一棵树 有可能是个大石头 也可能是一条河水 那还包括 当然也还包括人啊 那我撞上了 然后我就拜他 这个是对关注下一代的成长 然后呢再有一个呢就是 像送鱼水啊 罐罐肉啊 或者是说给父母接受啊 回娘家啊 这些是关心的是老一代 就是父母这一代了 这个女儿你养大了 嫁给我了 然后回去呢 我尤其是第一年 我要回去 我要去孝敬父母 孝敬感恩 再有感恩 感恩你把女儿养大 然后嫁到我们家 同时呢 我要去孝敬老人 那给送一把椅子 上面藏上了红带子 让老人藏上 我送上一罐肉 肉里头呢是猪脚 或者鸡肉 这个肉做好了 我送回去 给老人去 就是感恩上一代 所以雨水这个节气 它在轻轻地表达 关注特别明显 就是因为雨水里面绵绵的啊 就是吹雨这种 紧俏俏的这种 它更想念 细如丝的那种链接关系 更达到这个情感的表达 就是表达情感和 恶活的情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